在假新闻充斥的年代 许多长辈不知道 如何辨别新闻真假和消息来源 近年港独有线电视 特别深入社区 举办媒体试读讲座 以在地媒体经验 面对面的跟长辈交流分享 让参与的民众纷纷表示 收获满满 讯息很多 可是我们真的不会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然后往往都会看了以后 都觉得什么都像真的 然后就赶快传给亲朋好友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其实都受骗了 长辈们专注地学习手机操作方式 还担心怕遗漏了重点认真抄笔记 工作人员也耐心地教导长辈 希望对于手机上讯息的来源与分辨 可以有效在第一时间了解 也不至于散播成了假讯息的加害者 给我们这些老人家增进一点 随着时代的进步 可以操作一点手机 可以玩一玩也是很不错 还有接受讯息 假讯息怎样去判读 还是怎样去把它排除 这个课程真的很棒 我们九宫格线的 现在才知道 这个头顶到最上面 它通常叫做天 天要留多一点 天多留一点 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脚地板那边 地少一点 像这张的话它的地 我们少一点 天多一点 身体稍微回回车一下 然后面向进头 这样看起来它们的是 腿啊身形术就比较修长了 从讯息来源判断到常用的拍照功能 阿公阿嬷们如同学生般认真学习 也开心地表示 希望再有相同课程能持续开设 也能在运用手机科技上 建立了自己的一道安全网 内心里 美女四足在 记者张世民潘一新高雄报道